大家好,我是Miss Maggie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自大的公鸡 农场里有一只大公鸡 哦,大公鸡在农场里走动时 一群母鸡,小鸭,还有小鸡们 总是把它当偶像,英雄一样的崇拜着 但是,对于农场里的其他动物来说 大公鸡并不是他们的偶像或者是英雄 只能说是他们的伙伴而已 因为大公鸡有红亮的嗓子 所以呢,每天早上没有它叫大家起床是不行的 大公鸡觉得自己真了不起 所以一天比一天的骄傲了 有一天,大公鸡觉得这样的生活 太无聊了 于是到了半夜 农场里的动物们正在睡觉的时候 起床啦!起床啦!有危险!有危险! 噢!动物们赶紧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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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,跑出来了 结果看到的是大公鸡 你们的模样真是太好笑,太滑稽了 动物们知道自己被骗了 噢!又乖乖的回去睡觉了 他们拿大公鸡没有办法 可是呢,大公鸡又准备着下一场的计谋呢 到了第二天的半夜 到了第二天的半夜 噢!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真是太滑稽了,太好骗了 动物们知道又被骗了 他们正想要责备大公鸡的时候呢 噢!在身后,在公鸡的身后 有一只大野狼,动物们不敢出声了 大公鸡还在啊哈哈哈哈的笑 这个时候,大野狼突然冲出来 噢!把大公鸡给吃掉了 噢!大公鸡被吃掉了 农场里没有骄傲的大公鸡了 只是多了一个,噢!公鸡的闹钟 他又准时,又不骄傲,而且不骗人了 故事讲完了,谢谢大家